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我是Maxime 那么开在节已经要来临了 你活在马来西亚这么多年 你活在马来西亚这么多年 你知道开在节是宗教节制 还是种族节制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看你有多了解马来西亚 农历新年是华人的种族节制 威赛节是佛教徒的节制 圣诞节是基督教徒纪念耶稣诞生的重要节日 开在节不是种族节日 可是开在节是伊斯兰教的节日 那么开在节是怎样来的? 伊斯兰教经典记载 先知莫哈默德在传教前 每逢来麦丹月 都去麦家禁令的希腊三间陈师莫岛 公元610年来麦丹月 先知在陈师莫岛的时候 突然接受到阿拉的启示 命他以使者的身份 传递真主的教会 后来先知 摩哈默德将这个月定为 灾戒月 以示纪念 与此同时教法学家解释 灾戒是为了让富人品尝 饥渴的滋味 以使他们不要穷奢极欲 挥霍无度 要节衣素食 省出来的钱 要周济穷人 历经1400余年的演变 开灾节已经成为信仰 伊斯兰教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节日 这一天 穆斯林沐浴晋升 到清真室参加节日 宗教聚礼活动之外 还要穿上节日圣装 走亲访友 互道平安之意 祈求来年幸福 那么除了马来西亚 有庆祝这个开灾节之外 其实在国外也是有庆祝开灾节的 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回族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等等 以穆斯林为主体 开灾节是他们的共同节日之一 开灾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与两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法定假日 该地区的人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 都可以享有一至三天的假期 除此之外 台湾也是有庆祝开灾节 那么台湾的穆斯林 大多数是来自东南亚的穆斯林 在开灾节时集中在清真室或公共场所 与同乡的穆斯林聚会与共用餐 但也因为目前大多数的台湾穆斯林 为东南亚等外籍穆斯林 人数远大于原本的台湾穆斯林 在清真室等聚会场所不足时 常会在台北车站大厅等公共场所聚集 那么今年的开灾节非常地碰巧 是在5月3号跟5月4号 那么5月1号是劳动节 5月2号是补假 因为5月1号是星期日 那么我国的人民就享有一个特长的假期 如果我们看现在的新闻 我们都会发现到很多的高速公路 已经是开始布满的车辆 在这个影片的尾端 我祝所有的穆斯林开灾节快乐 同时开着车回家向你驾驶安全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佳琪愉快